Hello大家好,我是Seltze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一款蛮有意思的一款车子 虽然这款车时至今日也才二十几年 不过当年它的故事还真的是很多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聊Volvo第一代的S60 好的,我相信各位对S60这款车一定不陌生 因为它目前为止还是在贩售的车型 当然我们现在卖的S60属于第三代的车型 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讲讲第一代的S60 第一代的S60其实它的平台蛮有趣的 它是S80平台衍生而来的 各位不要怀疑 Volvo这种车厂当年它为了要研究850 不算研究了,应该说研发850这款车 真的是请了整个车厂之力 结果换得什么呢 换得自己财务危机 最后被福特给收购走了 所以对Volvo这种生产规模 对于它这种资金规模来讲 它要从零开始去研发一款车 实在是太花钱了 福特也知道这个问题 所以很简单 你以后就用我们的平台来开发你自己的车子吧 所以第一款用福特平台开发的Volvo的车子 就是第一代的S80 有了S80成功金 当然就继续用S80继续玩下去 所以S60第一代也是从S80平台衍生出来了 而且它是属于第三款车 各位会觉得那第二款是什么车呢 其实第二款是V70 因为V70的发表时间比S60还要再早一点 所以S60算是第三款车子 S60第一代是在2000年的8月在原厂的网站上面发表的订装照 在2000年的9月就是隔一个月的巴黎车展做全球媒体的首发 那么这款车子呢 它的车身的长度蛮有意思 这代车子呢它车长是4580 那它的车长比S70还要短14.2公分 所以原厂说呢它不算是S70的后继车 其实这个讲法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怎么讲呢 因为S70跟S60它都是前继车没有错嘛 那你会说 对啊那为什么S60不是S70的后继车呢 第一个数字比较小 第二个是什么呢 各位你看哦 赛上去的S90后继车是S80吗 各位你看哦S90它是后继车 S80是前继车 所以在原厂的定义来讲 部分的S70由S80来取代 那部分的S70呢也由S60取代 换句话说了 对原厂来讲 S60它比S70来的小一点点啊 但是呢 这个车子的轴距啊 却比S70来的长 尤其不要忘了啊 这个车子还是带前继车 所以它内部空间的表现呢 其实是比S70还要好一些了 当然头部空间除外 因为它头部就是后面的车顶呢 那个有个线条的关系啊 这个我们 之后会跟大家讲 基本上啊 在原厂的定位来讲 它不算是一台S70的后继车 它算是一个 那么S60的外观呢 是由Volvo设计师单纲啊 那个名字很难念 O-R-J-A-N-S-T-E-N-N-E-R 这个我不会念 那它的外观呢 完全就是缩小版的S80 不管是车头车尾 还是车面的这个 所谓石坦威钢琴车身啊 那它的B柱以前呢 是沿用的V70 C柱的线条非常斜啊 斜得也有点像Coupe那种造型 所以我们刚才跟各位讲 S60它的空间呢 其实比S70来的大 但是啊 我们讲测试空间啊 但是它的车尾的 就是后面的头部的空间呢 真的表现的不是很理想 然后还有就是说 它的车宽呢 达到1米8 轮距呢 也比S70呢 宽了一点点 所以呢 原厂标榜它有所谓的 坐舱前移Cabin Forward 那另外原厂也标榜说 它底盘的刚性呢 比S70提升了60%啊 这也是应该的 毕竟S70它的底盘结构 是沿用于850嘛 然后呢 当然它的避震的结构设计呢 还是跟S80一样 就是它有防止刹车时车头下沉 并且呢 可以使前竖脚内巴 后竖脚外巴 以提升它的安全性 那么S60呢 一开始它有三款引擎 这三款引擎呢 如果你研究过S80 会觉得很熟悉啊 它有三款引擎 都是涡轮增压的 2.0涡轮增压180p 2.4涡轮增压200p 还有顶级的叫做 2.3T5 250p啊 各位听到2.3T5 有没有印象呢 没错 就是之前呢 Volvo850R那颗引擎 后来变成S70R那颗引擎 只是在850跟S70的阶段呢 它是240p 到了S60这个时候呢 已经下放到一般的版本 变成250p马力 而且这些输出的数字呢 故意都比同级对手来的高一点点 变速箱方面呢 都可以配武术手牌 或者是武术手制牌 Geartronic 并且呢 在一开始 1998年发表之后 原厂就放话说 他们会再推出一个S60R 因为道理很简单嘛 我们刚刚讲 这2.3T5的引擎 原本是 这个S70R跟850T5R 850R的引擎 那在S60的时候 它已经下放到一般的 2.3T5的这个规格上面去了 也就是说呢 它上面还预留一个 更强悍的S60R 这三款引擎呢 是最早最早S60的引擎 但是随后呢 就追加了2.4自然进气 依照输出呢 有140p跟170p两款 那变速箱呢 是武术的手牌 或者是武术自排 但是没有Geartronic 这个手制牌的系统 那它的内装的部分呢 我们刚刚讲 V70比较早发表嘛 所以S60的内装 基本上沿用的V70 但是呢 看起来比较运动一点 方向盘由4V改成3V 那座椅造型呢 也有修改改得比较运动一些 那仪标板呢 跟中控台有双色的拼搭 空调面板呢 是沿用于S80的图像式 而且并且还有搭配 所谓的车式空气品质控制系统 然后还有一个蛮好玩的东西 是它有内建中控台的行动电话 但是呢 必须关上所有的车门呢 才能使用 而且呢 它很可惜的是 它没有讯号强度的显示 在中央服务手里面呢 就有一个听筒 那然后呢 在这个驾驶座头枕的正中央 就在你后脑手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扩音器 我也搞不懂 为什么扩音器要放在那个地方 那同时呢 原厂还标榜说 它的这个行动电话 有所谓的汽车紧急通报系统 可以在你发生车祸 或是发生到一些 治安状况的时候呢 可以通报行动中心 帮你来报警 那当然啦 既然有荧幕呢 它也有所谓的卫星导航 那它的荧幕呢 内建在所谓的 中央台的最后面最上面 这个隐藏式的方式用伸缩了 其实看起来这个荧幕真的是不大 但在当年算是很屌了 很厉害的一个东西 那中央台的音响也是内建的 是10CD 并且顶级规格呢 是有扩大机 还有13音路 喇叭杜比环绕音响 听起来是还不错 以我当年听起来的感觉 只可惜的是 它整个中央台的塑胶感很重 看起来呢 实在是有点对不太起 Volvo这个车的售价 并且一开始的桃木 只有四个门板 还有副架子坐前方 中央台本身是没有桃木了 真是有点小气巴拉的 那比较好玩的是 它内装的后座呢 原厂它标榜 它有双后座可以选 其实也不是说它后座 只能坐两个人 是说它的后座的 两个人左右两边呢 它的椅子比较凹进去一点 但是中间要坐不是不行 只是比较痛苦一点 那后座的左右头枕呢 是可导式的 就像Benz的W24 让你按一个按钮 你就可以从中控台的按键 去控制后座头枕的放导 并且后座还有四六分离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后座设计 蛮好玩的 它竟然还有B柱的后座出风口 这个在同一次来讲 算是非常罕见的 至于它内装的色调呢 有米色黑色跟灰米双拼三种 悬调也有舒适跟运动版本 两种可以选 那还有它安全配备上面 当然是VOLVO的主打 它这个车系呢 全车系都标配六安 并且它标榜呢 前座的气囊 可以分两段式的爆发呢 避免这个驾驶者或是乘客脸部跟胸部的冲击太大 那它基本上车系都是标配STC循迹系统 并且可以加价选配更高阶的DSTC系统 那这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4C 4C底盘是比较后面才出现的 那当然它的安全系统上面呢 也有源自S80的颈椎防护系统 HIPS 就是说呢 你在后面撞击的时候呢 它的头枕会自动向前 护住你的颈椎 这些呢 就是Volvo当时在标榜S60 一堆阿里阿渣的安全性的配备啊 不过坦白说啦 以视觉上来说 我觉得它内装最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 它的手牌的版本 我们说手牌的版本 视觉有什么特别呢 Volvo呢 在S60这时候堆出了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 叫做Spaceball 太空球 我们一般手牌的牌挡座呢 大概就是一个皮套 然后你也看不到下面的结构嘛 或者说你像Ferrari那种 就是它直接把双H型刻给你看 那Volvo S60的手牌的底座呢 它长什么样 它就是一个球 你也看不到下面的沟槽 那它就是太空球 看起来就是一个 这个金属抛光面 看起来非常的前卫 但是我必须讲 这东西视觉有余 实用性不大够啊 根据我们实际操作发现 其实你不太能够去掌握到 它那个档位在哪里 而且呢 它的档位的形成比较短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要花点时间去适应就是了 然后呢 原厂在2001年的10月 还追加了AWD车型 并且原厂声称了 这个四驱系统是由瑞典的 Haldex H-A-L-D-X 这个我不太会念 这个它这间公司所设计的 并且宣称了 Audi也是它的客户 那么这套AWD车型 是电子式的AWD 号称是你在车子被脱掉的时候 也不用装辅助轮 不用装溜冰鞋 而且它还是第一台 搭载电子AWD的Volvo 并且呢 有说之后会跟所谓的DSTC整合 那我在觉得了 那应该就是所谓的4C底盘 但是呢AWD车型呢 在S60只有2.4200匹马力的车型 有搭载 一开始预计年宵是9000台 但是这个数字好像是没有达到的 好这次我们简单跟各位讲一下 S60呢在海外发表的一个情况 至于在台湾这边的市场情况呢 台湾当时也算是Volvo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海外市场 所以台湾呢 是在2000年的12月9号发表的 只比欧洲晚了一点点 一开始呢 台湾只发表两种车型呢 分别是2.0T180匹马力跟2.3T5250匹马力 接单价分别是150万跟190万 价差了40万 那你说价差40万除了引擎不一样 还差了什么呢 这个T5的内装有桃木 但是面积不是很大了 只有在冷气出风口呢 跟手刀箱上方 而且呢 它配的是Dynamic米色内装 也就是后座是所谓的 类似双后座 而且还多了武术手制牌啦 17寸的密服铝圈 并且呢标配了STC 只是呢这个2.3T5它这时候马力拉到250匹 当时的媒体试车报道是有提出说呢 这个车子路感还是模模糊糊的 而且转向不足满明显的 但是呢这个车子不得不说售价很便宜 各位啊 250匹马力才卖你190万 在当时190万可以买到同期对手什么车呢 买到BMW 320差不多 320稍微早一点点钱回来 可是马力差非常多 就以这个观点来说 其实2.3T5还算是满超值 不过蛮好玩的是哦 那台规引进的2.0T的版本呢 虽然它没有手制牌 而且它的铝圈稍微小一点是配7爪 但是它的桃目面积呢 比T5多很多啊 连排档杆底座都有桃目啊 这对我这个桃目控来讲 我还是会比较喜欢2.0T的这种内装了啊 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呢 配备稍微做了一点修正 它的T5呢 铝圈改配成7爪 但它的造型还是跟2.0T的不大一样 并且这时候呢 推出了多项选配 比方说运动底盘加加2万 铝合金4板5000顶级音响2万大灯清洗5000 后座这辆年4500倒车内达2万 自动雨刷5000红外线警报防盗5000块钱 好 这次我们简单跟各位讲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S60它的销路并不是很理想 所以呢 这个时候开始针对了这个车型 推出了一些零利率的促销方案 比方说呢 2002年年底呢 有推出所谓的120万40期零利率 并且呢 标榜前三期是不用付钱的 等于免费送你啊 那么再来就是针对 2003年式的T5呢 也推了100万48期零利率 但这就是牌价啦 其实我们实际上的成交价 其实都很好谈啊 台下的折让空间算是相当的大 好的 那么在S60呢 即将要小改之前呢 代理商当然也推了一些精装车 S60精装车基本上有两款 首先第一款是S60的Vitar 为什么取名叫Vitar 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在2002年的8月13号呢 为了庆祝VOLVO75周年 那个时候的代理商就VCT的VolvoCar台湾呢 推出了Vitar Sport跟Vitar Classic两种版本啊 而且呢 为了呼应75周年 所以只限量75台 2.0T呢 还是维持原价152万 那么这个不加价的方式 享受超过10万的配备啊 它分成Sports跟Classic 那Sports呢主要是送德国MS Design五件式空力套件 并且呢以大红色为主打 其实呢这边有两个奇怪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庆祝VOLVO原厂75周年 你送的是德国的改装套件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是说呢 它这五件式的空力套件 当然就是前保啦 测询啦 后保啦 尾翼啦 它的后保的确蛮厚实的 可是呢很可惜的是什么 它的尾排管 它没有堆结尾式管之外 所以它的尾排管是完全埋进去 整个后面的大包里面去 看起来视觉怪怪的就是了 然后呢 它的内装呢 还是有桃木 所以呢 跟这个外观的空力套件 有点不搭嘎啦 那至于另外一版呢 这个Vita Classic呢 它外观维持原本2.0T的外观呢 但是它送你 Premium Sound 200瓦扩大机 加13喇叭加4CD啊 这两种不同的版本呢 都是免费送给你的 维持原价152万 但是因为反应相当热恋呢 所以后来据说又追加了245台 那么当时也有一些S60车主说 那我车子已经交了嘛 我没有来得及买这些车怎么办呢 也可以加价75000块 含工资来安装这些配件啊 那我们再猜啦 本来它是说到10月底截止 但是因为后来有追加25台 所以应该是到当年年底呢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价选配的 好 这个是当时推出了一个 75周年的纪念特资车 那么至于呢 在最后啊 要小改之前呢 又推了一批这个S60 Sport的车型 在2004年3月呢 添加了原厂Sport Package的套件 它也是五件式的 但是它跟Vita的造型略有点不同啊 尤其是它的尾翼啊 Vita的尾翼呢 它是采用压尾式的 就是说它中间没有空隙 那么这一批S60 Sport呢 它的尾翼变成镂空式的 而且它还多了跑车悬吊 让车身降低了1.2公分 而且它还是用大红色为主打 但是比较可惜的一样啊 就是跟Vita一样 它的尾翼 它的后面的保险桿呢 一样是有大包了 可是呢 它的尾翼管没有拉出来 所以 看起来就是真的是有点怪怪了 那转向机构呢 宣称换上了ZF的制品 10点左右方向盘10点呢 只有2.6圈 原厂声称啦 这个总共添加了18万的配备 但是只加价13万变成了208万 其实简单一点 这批特资车只是送你5万块而已啊 但这都是讲法啦 因为实际上我们成交的牌价是更低啊 另外它可以选配18寸的 BBS碎花型旅圈加P0的跑胎 当然这个时候还是有搭配了零利率的促销的方案 因为我们说过 S60其实在2002年开始就有点卖不太动啊 所以台下的责量空间也算相当的大 好的 那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 S60第一代啊 它在前期 它在海外还有台湾上市的一些状况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关于S60第一代的后期 以及它的性能版S60R呢 我们就在下一节节目 就跟大家好好聊聊 当年S60第一代的故事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这家精彩的节目 我是Selsior 我们下午再聊 拜拜